速化期风暴持续延烧 现在民众最关心的就是怎么吃才安全 接下来带您看到新唐人储季大赛的系列报道 告诉您安心又健康的好料理 其实来自于处理食材时的尽心正念 在2009年第二届新唐人全世界中国菜储季大赛中 获得粤菜优胜奖的李国荣 告诉我们的记者 当初写往纽约比赛时 评审给他简单的两句话 至今仍让他无法忘怀 到底是哪两句话带您来了解 给了我两句话 他说做菜要地道 然后做人要厚道 所以我在外面在实习的过程中 我跟了师傅他们还有同事们 我真的觉得不止做菜很重要 做菜还可以学习到做人的一部分 厨艺高超曾经进入到新唐人2009年 初季大赛决赛的李国荣 回想起能在纽约比赛认为真的非常值得 然后在那个会场也很漂亮 在一个河畔边 那个整个就是感觉很不一样 然后很备受伸送 我觉得非常的值得 看到那些外国人吃这些中国菜 那种很幸福的感觉 那种很特殊的感觉 然后他们对于中国菜的那种热忱啊 其实不输于我们中国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在做中国菜的那种用心 要再更加的努力 那时的台湾初赛在高雄县立体育馆举办 对于新唐人大型厨迹公开比赛 至今仍是令他印象深刻 新唐人办这一次的比赛 很特别的是他用了一个场所 然后让宾客可以观赏 可以观赛 很公平公正公开 以往的比赛都是在某些学校的厨房内 然后大家观起来 根本看不到你的料理的过程 比赛的过程 我觉得真的很可惜 像我这次去高雄的时候 我的家人就特别来了一团拉拉队 然后来去帮我加油 我觉得很特别 今年新唐人厨迹大赛困难度更高 将直接在现场公布指定菜色 擅长中国菜的郑富贵老师 认为这样比赛才更具有意义 他在五大菜系里面 不要针对指定菜 这样子针对每个厨师啊 比较有公平性 他得奖的时候呢 才代表他说 他的对这个菜系整个去了解 所以他会了解更多 写的更多 这样他所拿到的这个奖啊 才有意义 这次的话是以所有的菜色里面 来抽菜是来做一个竞赛的话 那个就是比较回归菜的本质这样子 那等于是 对于业界的师傅 越有能力 或者是越有概念的人会越有力 今年的比赛对业界厨师而言 更具挑战性五大菜系的传承 需要更多了解中国菜的老师傅 共同来展现与切磋 让全世界更加认识中国菜的特点 珍爱中华饮食文化瑰宝 新唐人也在电视 舍志成旅平足 台湾新竹报导 主持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正华 地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